各位乡亲大家好啊 我们还得接着上一期的话题 因为上期的话题讲到了721水灾的时候 北京也是京广高速啊 就是起点了 北京那时候也是把地下通道给淹了 淹人之后呢 那时候这个咱们知道蓝天机员队啊 那时候是在这个刚开始下雨 听天预报啊 就开始钓人啊 从山东往北京钓人啊 钓带冲冲咒啊 有经验的潜水员 就知道要出事了 果不其然啊 果不其然出事了 出事就是把那个 那个京广高速的那个出口啊 叫北京北京城南的 那个地下通道给淹了 但那个淹呢 跟郑瑞斯还不太一样啊 因为那次可能就是 一个他那个通道下面没盖啊 就什么敞口的 另外的水上来也没这么快 所以里边吃蛋里边车很多 就说大巴车 还有什么大巴车 大巴车这个里面拉了人多啊 所以当时中共他是怕什么 怕这个如果贸然去抽水啊 大家一看里边全是尸体 这家伙实在没啥弄啊 所以让这些 这潜水队员啊 就是其实完全志愿的 就是豁着命的啊 要下去摸牌 要就这个从那黄鸡汤里啊 钻进去 每个车每个车都摸 看里边到底有没有尸首 当然这里边有啊 确实没有这么多 因为他的水涨得慢 很多人都跑了 他那个 金管高速在北京 那个通道呢 他那个规模啊 容量也没有 郑州这么大啊 所以上期节目 我们就讲到了啊 这个郑州这个情况 就会很严重啊 其实我已经几十年 没有经过那个 郑州那个金管高速 那个通道啊 后来看呢 就昨天啊 看有人放这个视频 我简直是震惊啊 长4.3公里 里边 几乎整段整段 就完全就是隧道 为什么 他上面是加杆的啊 北京那个隧道 下边就是戳离交求 他下面没有杆啊 他没有杆 他人家容易跑啊 你什么 灌满之后 车的痕子就飘出去了 那个郑州这个 完全就没有跑的地儿 一个他太长 他偶尔有天窗的呢 按这个第二通道 那个郑州这个 这个第二隧道 简直简直的要命啊 简直要命 在这么长的隧道里边 几百辆车 最少几百辆车 然后这么快的洪水 翁了一下 上了一下 现在我看最 说的时间最长的是 十多分钟啊 最短的一个 说一分钟 那我觉得可能在 不同的路段 不同的体验 可能不一样啊 所以对这个时间 说法不一啊 我觉得从一分钟 到十分钟 可能最长十分钟 整个隧道就灌满了 可想着这里边 人根本是跑不了的 根本跑不了的 如果要经过训练的 有游泳也好 有经过应急训练的 会开窗啊 会判定局势啊 会这个什么 会甚至会潜水啊 或者甚至会自我防护的 在这种情况下 在水啊 大家知道啊 水 是人 他能让人完全失去 自我掌控能力 因为咱们知道 这个水的这个特性 是吧 很多 武功高强 这个体制强壮的 在水里边 挣扎吧几下 就就挂了啊 就尤其那个车上啊 大家知道 可能各种体制啊 甚至老弱病残啊 什么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在那种突如其来的灾情之下 可能跑的人真是多不了 所以郑州呢 我看也根本也没有考虑去摸牌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知道里边到底多少人 大概大概多少人啊 所以中共呢 看这次就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主题啊 就很简单 今天不准备讲时间长 就是刚让大家盯了点啊 就是中共 看郑州这个架势啊 已经做好了 这个毁尸灭迹的准备了啊 就是掉了大批的这个警察 布置警戒线 横幅都拉上了 就是不让人凑钱 还告诉你 为什么不让你凑钱 是因为 你的一言一行啊 关系到郑州的形象 然后呢 这个不许围观 就不要围观 围观跟郑州形象有什么关系啊 是吧 为什么围观就是 就妨碍郑州形象了呢 说你这这倒好啊 意思就是 所以中共我就匆忙着 这个理由都没想好 理由都没想好 他直接说 你别去 救人如救火 是吧 不要现场 不要去干扰 是吧 那你离远点 那你那也行 是吧 弄这个形象问题 形象了这啥意思啊 就是他知道里边死人多 到底多少人啊 我看最多 有人说是四千多人 有人说是 反正至少是上千人 至少上千人 地铁隧道 大家知道 外人现在根本不可能进 他就那几个口 根本是不可能进去了 他里边到底死了 然后有没有试试 现在谁也不知道了 那中国自己说了算了 但这次这个通道 四千三公里长 有些东西 他有些时候 他不是什么的 他是那个 上面是有天窗的 所以他要拦着 这个人 不让人看 但我看有铁的 有人住在附近的 就说半夜 昨天半夜嘛 他看见应该 有一百多几尸铁 后来就看不见 就是用那大巴车来了 干啥呀 我估计是要做好 已经做好 充分的准备了 安排好 就是故意的毁尸灭迹 从这个车里边 把尸体 直接装大巴车 直接拉走 拉走故意就火化了 就彻底消毁尸灭迹了 啥也没有了 然后车这些车 你看从里边 一定要他要恢复交通 现在不是 尽快恢复交通 到什么七月多 二号几点几分之前 这个大动漫不能断 一定要保证交通 也一定要清理 所以尽量把车拉走 烂奶穴你也不知道 这些问题 但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多少车 其实到最后 外界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那些失踪了的 这些人 他们的家属 像找到没地儿找 大家也知道 郑州这个城市 摄像头也是非常密集的 中国这些城市 尤其像郑州 其实说表摄像头 应该是 中国可能是 省会城市里 摄像头是最密集的 像这些交通大灯面的地方 他甭说罚款 罚你的钱了 就是他那个 那个监视路面情况的 那个摄像头 应该什么都有 里面见多二车 哪个车上干嘛 他全都知道的 但他这个车拉走一销毁 或者就分开一放 把人一拉走 到底他说里面有没有死人 他说没死人 你也没办法 全火化了 这个时候 你说你报失踪 你都不能确定 是在这个隧道失踪的 这就中共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叫做洪灾家具 人火之力 专制放大 怂观之恶 雷震中原 这次事 明告诉大家 不会这么轻易结束 这就是一个大变的起源 我不管中共 在他这个什么 这个中宣部也好 中共中央好 他什么河南省委 郑州市委 他们怎么想着盘算 这毁尸灭迹 消灭他们的罪证 说一实话 这要人算不如天算 这次事 没完 没了 一定要让中共 遭到报应 最近说到我们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要有政府 为什么中国这样 要大一统的政府 中国就喜欢讲这个大统一 我们统一是多么重要 统一好像比你爹你娘还重要呢 是吧 世界第一大重要的事 就是统一 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 为啥 就是治水 说白了 政府存在去干嘛 治水 他娘的治水 这傻臭的治水 这最早的时候 所以这个部落联盟的时候 那咱们说原始社会 小部落 什么事 你也吃个拉筒 自己解决 彼此之间大不了 就挣个地盘弄个啥的 但他不 他不会有那种联合的这个需求 那后来为什么有了呢 治水啊 他这中华文明 这个就治水啊 女娲 女娲补天 然后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之前 他爹治水 他爹治水之前 也很很久了啊 就治水 都是治水 为什么治 因为治水 水是大范围的啊 江河 是吧 江河我们说这个日月经天 江河行地 大范围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那一个部落 那一个部落联盟 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需要 需要一个 说白需要拐事的 拐事需要有权 有权能动员人 能动员什么 能动员这个资 那个物资 来治这个水 大家才能 生活下去 在中国这个地盘上 从古至今 政府存在的第一份 就是治水 他妈的靠红 治水为了干嘛呀 让人能活着 活下来 能生活下 生存下去 在这个地 在这个地盘上 但今天 这种事 大家都看到了 这种事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今天也不说 什么贪官呀 什么什么什么官 就是怂官 那你能看得见 我后来有过简 我简单 我都不用复杂的 所以我简单的 浏览一下网页 发现什么 发现郑州市委 就这个书记 这个叫徐立毅 这个傻逼傻操的建筑 这个怂货 这个怂货 在7月20号 早一大早就开会 召集郑州市的 各部门开会 开始讲了 以人民为中心 最近期就教育激烈 我们要什么 听这个习总书记的话 什么中央的号召 说一大片 然后我们要这样 要那样 你要这样 要那样 要这样 要那样 不停的要 要了一堆 要了一堆 要 要这个 以人民 说到就要以人民 为中心 结果呢 这个会 一大早 开完了 开到几点 咱也没说 我看他这个新闻港发出来是下午这个十四点 二十几分 也就是说中午的时候 吃过中午饭 这稿已经发出来了 那正本这个会早就结束了 这会结束之后 雨又开始下来 然后郑州 信号局 河南城信号局 已经连到那天 从早上到下午 又要发了七次红色警报 为什么 为什么 地铁没有停运 为什么 没有让这个单位停工 为什么 像这个郑州 咱们这个隧道 没有封闭交通 后还有一说法说 反而是要 反而下 你要求要保证 保证交通畅通 保证交通畅通 为什么我说叫怂观呢 这个傻草的徐立毅 傻草的徐立毅 他知道抗洪什么意思吗 水往低处流 知道吗 他知道水是要朝低处流的吗 水不会自己跑到天上去 水往低处流 这抗洪现在水 这有什么地方的水啊 你他妈 郑州市有地下铁道 铁道你知道不知道 你他妈市有地下通道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有没有地市 第二处 你知道不知道 傻草的徐立毅 这傻鸡巴戳的 这建筑玩意儿 我看这个 他这个讲话杆里 通片没有提一个字 有些地方要执行这个紧急预案 该停止交通 停止交通 不但不能 有些地方不能保证畅通 反正要停止 大家不出门 停止 禁止 因为那个地方是 水卖下去的危险 因为那个水往低处流 因为物理规律 水往低处流 这个傻草的徐立毅 我都不信 他不知道水往低处流的 这是第一夸地方 都要杜绝 杜绝人口 第一夸地方 人要转移 这个傻草的徐立毅 不知道吗 郑州那些傻草的党政干部们 几万几十万党政干部 不知道水往低处流吗 一个个傻草的建筑们 还说要保证交通 保证这些人 一定要冲到 冲到这个地势地方处 冲到地铁隧道里去 冲到这个地下通道里去 等着等着 跟怪耗的事 都淹死在里边去 所以说这样 怂观 他不是个贪观 其他能解释的 他就是一种怂 当然他根源是什么 思想的根源 昨天节目 已经告诉大家 是什么 他不拿人命当回事 他心里想觉得 死多少人都应该的 无所谓 老毛一张 中国死那六亿人 死一把死三亿人 这些官员心想 我没有三亿人 我的地方也没有三亿人 起码河南九千万 郑州一千八百万 死一半吧 跟他没关系 跟他没关系 所以他可以满口的 观养文章 然后整个郑州 没他妈一个人管 是没有一个人 想到他妈的地铁要 地下隧道 全要封闭 地是第八的地方 要加强警戒 把他把人转出来 既然你没本事 把水堵住 他脑子 脑子是灌了屎了吗 我说灌他 这些官员脑子 就是他妈的月经 灌他妈的月经 跟他爹的屎 脑子没有别的玩意儿 尤其最气人是什么呀 我看到 这个还是河南一个媒体 官方媒体发的 就这个隧道啊 这个京广高速 这个隧道 他原来有段时间 是封闭了 已经封住了 就知道这个水有问题 就封住了 正硅压正常交通线 就封住了 大家知道 这个高速啊 高速本身啊 你别说地下通道怎么着 他平台边有雾啊 有雪啊 或者什么 这大雨啊什么的 一般他就封闭了 就不让人走了 但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 又放开了 又放开了 放开之后 那车嗡了一下 全拱进去了 那基本上是 几千号人 现在就是 你要说 到底谁干这个事 有没有人 当天有没有人 在这个气象台 已经发布了气象警告 按正常情况下 按中国上的墙的 上的操的 他妈的逼着墙的 那个应急预案上 也应该有封闭交通 和地铁停业 那个方案 有没有人提议 要执行这个方案 就是那个北隧道 封闭了之后 是谁建议打开 谁下的命令打开的 但现在我看 很大可能就是这个 徐立毅这个傻草的建筑 这个表的仰的建筑 保障交通 保障交通 保障老百姓 得去到那个地方 去等着灌死 等着淹死 这叫保障 保障的死亡道路的通畅 对这些傻草的建筑 我们用多么恶毒的语言 都不足以形容 这些人的罪恶 他们这种罪恶 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 拿刀去砍老百姓 不是那种罪恶 比那个人 比那个恶多了 他们一个个的气定神贤 一个个从容不破 一个关于官养文章 做足了 嘴里放穿的话 都是老百姓的催命符 就正经事 你可以发现 中共的体制 就是什么意思 这大官小官 正经事 一样都不会干 他们从 已经早就脑子 不知道什么叫做干好事 什么叫做干正经事 什么叫做担负起 天下苍生 没有这 脑子根本就没有这个字 就没有这个字 你把它砸烂了 把它妈操挂碎了 他也不知道 为啥呀 因为满脑子想的 都把老百姓当做奴隶 当做建筑 谁都知道 中国老百姓 连个树都不是 连个树都不是 惨到什么程度 连个树都不是 没树 这是问题的根源 在这个根源上 就制造出来 这些孙官 这些像徐立 这个杀草的 孙官们 从他的 还有郑州市 那个一个市长 傻逼杀草的市长 叫什么猴虹的 更不是什么 主管安全 主管交通 主管什么 什么应急救援 一个杀草的建筑们 那个建孙子们 满脑子装了屎的 装了他爹的屎 他爹的屎 跟他娘的月经 混在一起 那个脏东西的 他们根本就丝毫的 说不然就干 正经事的本事 是没有的 压根就没有 所以但是反过来 你看到没有 这些怂货 这些怂操的东西 干恶事 它是一套一套的 从这个 这个天灾人祸一发生 你看这中国 这个官宣 你都不知道是哪一集 就启动的预案了 从中央一套电视台 从人民日报 从新华社 到河南省 全国的 这官媒主要 所谓的主要媒体 党的喉舌 这个时候真正是党的喉舌 党的喉舌 一般就 就只干吃屎的事 只干吃屎颇分的事 别的什么不会 干这个特别擅长 特别擅长 就开始百年一遇 五千年一遇 又成了全世界 所有的百万人口上 从来没有下过 这么大的雨 然后各种表演 就全上来了 各种表演 子弟兵 这个什么 来抢险救灾了 这个合一而睡 这个累了 在大街上睡着了 老百姓是来送鸡蛋 送锦旗 拉着这个救命恩人的手 然后各种各样的五毛 粉蛆 粉红们 就开始出来引导舆论 又开始引导舆论了 各种各样的 谁要是说一句真话 立刻扑上来咬 在这方面看没有 分工明确 行动高效 不但中国的媒体 海外也一样 在推特 油管 其实都开始了 都开始了 都开始审查 审查帖的审查内容了 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一再给大家讲呢 中国整个这种 这么庞大的官僚群体 就是干正经事 一丝一毫都不行 都不会 但是做恶事 表现出那种 那种高素质 那种高素质 说你实话 你真把眼睛 抠出来 你得谢福他们 素质高到 他妈操得 惊天动地 做这个恶事 今天讲的 我们也不多讲 就告诉大家 盯着正住这个事 看他们这个隧道 最后给老板 什么一个交代 他们这毁尸灭迹 会不会得到报应 让那些平白无故 那个人就没了 那有的一家人 就没有了 他没地儿找 他没地儿找去 最后你还得感谢 他救了你的命 把自己打扮 宇宙中 宇宙中第一英雄 装着他妈操 几百几千万摄像头 也没用了 投资 几百亿 建什么海绵城 也没用了 几万警察 几十万干部 维稳力量 都他妈操 没用了 都在干 他妈操 混尸灭迹的事 我们就看 老天爷会不会饶过他们 你们等着看 等着看 作恶到头 终有报 中共就喜欢告诉大家 没有报应 这个事情没有末日 没有审判 什么都没有 你们彻底死心了吗 你们就 就子子孙孙 当中共的 两个数都不如的奴才 大家就等着看 看谁说了算 是老的说了算 老千爷说了算 还是傻草的 中共说了算 这次这个洪水 我觉得 也不要光看 网上这种 中共 这种作恶 他们都 这么猖狂 多么猖狂 他们对封锁 舆论 舆论 引导舆论 造谣 打击 等说真相的人 他们多么猖獗 大家不要光看 他那个 从根子上讲 这就剧本的一环 天道循环 天理周章 一次次都是审判 一次次都是考卷 还那句话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但现在呢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到了雷震中原的时候了 东南西北 都在这个点上 我们这 这么多期节目 都在讲这个东西啊 讲这个 中 这个 想起来了 哼 想起来了 什么都是有迹象的 什么都有迹象的 这个迹象 就是中共 被上帝连根 拔起 彻底审判 这个迹象 这个迹象 我们讲多少次 这个魏征了 尤其这这这 这几期啊 讲魏征 讲魏征 魏征啊 以正直为名 那魏征这个征 是什么意思吗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其实就有迹象的意思 迹象 预兆 魏呢 大明爷 啊 大明爷 我也就是大的意思 大迹象 啊 大迹象 来了 这个镜子 就是把某些人的魂啊 把它找没了啊 彻底的消耗 当然从具体的情况上分析 我为什么今天啊 叫做洪灾加剧人祸之列呢 就让大家明白 中国这个洪灾 它是偶然的啊 当然也是必然的 但它不一定不是一个常态 啊 它从时间空间上的不是一个常态 不是每天都洪灾啊 不是每个地方 每年 每天都洪灾 不是这样的 但这次洪灾 它干什么呢 加剧了中共人祸之列 中国人始终在一个大灾难中 有什么灾难 就是中共的统治 叫做赤祸 赤祸之列 空前绝合 所以这个时候来洪灾 就显现出什么 显现出 中国这个赤祸之列 到底有多么酷烈 这个酷烈 这恐怖点就在什么 它可以一句话 就能让几千人不死 但它就不说 它就得让你死 死了之后 然后就毁尸灭迹 让那几千几万个家庭 陷入无边的苦难之中 这就叫恐怖 然后这些松关 像徐立决这杀草的松关 其实说到底 中共就亡在他们手里 这些人 也看着人无人料的 甚至像这个徐立义 还是包括河南新来的首委书记 这俩都是浙江人 有时候习近平的支江新军 浙江这个意识开放 浙江官员就比较经典 什么精明能干 但大家看到了 从这次灾害你都看到了 这就叫天下第一等怂祸 这种松关 咱们说句实话 对习近平来讲 这种怂祸 你可以想象 这种人 首先跟忠诚无缘 他就因为怂 他就因为怂 服从于强力 但这种人也很精 他最会察言观色 他说一下 如果要习近平不行了 习近平出问题了 这种人 这种人一定是提前就判定到了 提前就判变了 这种傻逼 傻臭的怂祸 跟他妈的忠诚 没有丝毫观 就是说一实话 习近平指不上这些人 反而这些人会无穷无鉴的 给习近平带来厄运 说一实话 中共能沾这些怂关的光吗 这种怂关 怂到极点的关 说白干不了正经事的 干不了正经事 其实说一实话 你就是 就剩一点这个毁尸灭迹 毁尸灭迹 就剩下这点本事了 这个能给中共带来什么 他在中共这个统治 这个机器上 能承担什么样的作用 这种随观的存在 谁跟他沾的劲了 谁保证死的快 不管是习近平 还是中共 还是中国 这是怂关之恶 是恶中之急 所以今天要大家知道一个词叫做怂关 怂人 怂种 老天爷要灭的 就这些怂关 谁指这些怂关的 就灭谁 不管你是谁 是恶中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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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恶中之急